大家好, 今天我路過這條路, 然後我經過這個位置的時候, 很多人買房, 見到我路過, 然後向我介紹 我看到房價很便宜, 因為我在這個城市裏面仍然有房, 所以深深吸引了我, 也值得我停下來進去瞭解相關的情況 我現在的商品房的觀價是10,000元以上, 因為我目前的能力根本買不到, 根本不需要考慮 這邊是挺空的, 這邊的總站地面積是52亩, 總共是10棟樓 這邊的面積是多少到多少? 最小的是8坪, 最大的是110坪這樣子 我現在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嗎? 對,剛開始的時候, 所有的樓盤就是在剛開始的時候價格是最便宜的, 房子的話價格是很便宜的 然後它有證嗎?有這個房產證嗎? 這個證是有的, 證是有的, 在這個咱們交房五年這樣, 真可以征程個人產權證的 哦,就是五年之後才看這個證書是嗎? 正規的商品房, 咱們這邊的話, 它也是要交房720個工作日, 也就是兩年以後才可以辦這樣 那它產權是多少? 這種可以住多少年? 產權咱們是15年的 那萬一辦不到證的話, 住應該是沒問題了吧? 這個證您可以放心, 證是可以辦的, 然後咱們住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裏面是我的一個標竿的一個回家 大家好 今天呢, 我看我在江南區這邊啊, 路過一個路口 然後被一群人, 他們就是舉牌發單賣房子的 然後他們說的話就是31900, 我被這個價錢啊, 信任進來了解一下 呃, 它這個呢, 工地又在這裏了, 挺大的, 看見挺大的, 他說是安置房 但是, 平時我見的話, 南寧的話, 現在的均價都是在1萬左右吧, 那個房價 但是, 他說31900, 我覺得, 花怎麼這麼便宜啊? 然後他解釋是安置房, 呃, 對於這方面啊, 我也不是太了解 那魚類就是, 不懂了能不能辦到證 然後就是, 呃, 這個產權是多少年? 呃, 他說是65年啊, 65年 呃, 辦證的話, 他說5年之後, 呃, 跟著證設, 呃, 的話, 呃, 大家也是懂了 所以, 我的, 我的, 我雖然打工17年了, 都還沒有, 在南寧市的話, 都還沒有自己屬於自己的房子啊 就是在農村間了, 三省的房子了, 呃, 農村的話, 離南寧也不算遠啊, 平時 如果我開小舍的話, 一個鐘就到了, 點車的話, 也是一兩個鐘這樣, 所以, 呃, 之前的話, 我也沒怎麼考慮在這邊買房 但是現在, 好多同學啊, 呃, 同事啊, 私企朋友好多都在南寧買房了 我自己也是, 這幾年也是非常的,呃, 呃, 交集吧 我真的不懂得這輩子, 還有沒有機會買房啊 我覺得自己真的有點底氣不足 呃, 因為我身上呢, 真是, 因為好說, 多災多難啦, 加上, 呃, 能力都有限啦 這輩子的話還算不錯吧, 就是進地鐵口, 然後周邊的話, 樓盆的話也已經, 呃, 見起來了, 呃, 也不算荒蕪啊 呃, 呃, 其實在年病年到, 呃, 年13年的時候呢, 我是有點積縮的 但是那時候就沒有考慮到買房, 所以就真的錯過機會了 呃, 那後來呢, 我人生就遇到好大的挫折了, 加上房價又升了, 根本更加買不到 我真的說得也多, 真的是一言難陣的 那本期視頻的話就分享到一點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再見啦, 拜拜 再見